這課是accounting的第一課 Introduction of accounting 這課是Double Entry System 在未講Double Entry System之前 我們會先講一個accounting concept accounting concept就叫做business entity concept business entity concept主要我們想強調的地方 其實就有一點的 強調的地方就在這裏 business is treated as an entity separated from its owner and other entities 那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的business 其實是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 要跟他有印象 我們之前 其實如果在這裏 他也有一個separate liquidity 發人的概念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這個case是說 我們說一本生意 其實他應該是獨立的 去有一個數寶的 即獨立有一個accounting的 books的 好吧 不好意思 這個字算了 A C C O U N T I N G OK 那 這個是獨立的accounting books 那就是說 我們做的時候 應該是分開的 那甚麼是分開呢? 就是說 譬如我自己本身有資產 那如果沒有放進去 那個business裡面 那應該是屬於我 personal asset 而不是屬於business asset 那所以我們說 有一個點很需要 記得的就是 owners personal transaction excluded from accounting records 那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做這個數的時候 應該是不包括公司東主的 一些個人的transaction 那所以你看回 譬如舉個例子 好像在這裡這樣 譬如說 如果這個東主 他有一個private car 那就是有一架的私人的車 那 不應該present 在一個business的financial statement裡面 OK 即使我買了一架 Tesla的Model S 說正東西 是不是 那但是呢 我都 不會放進去 那個公司的 財務部表裡面 因為是屬於我的private car 來的 私人的車 除非 我東主 我說我不是喔 我現在我把它納入我的business裡面了 那變成我 變成甚麼 變成你現在business的 asset 那呢 那個說法就不同了 那呢 就會變成你的business的asset OK 那所以要看清楚究竟 每一次的題目說了些甚麼 但是這次我明明已經說 不是啦 因為是private car 就是自己私用而已 OK 但不是啦 你看看下面的例子 如果是business的delivery van 即是business的 生意的 用來運輸的 車 譬如這些是一些電單車來的 OK 那屬於這個 K叔叔的 是不是你看到了 就是炸雞那個 那我們呢 應該呢 就要放回去business asset 那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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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時候有些case 譬如說我們舉到另外一個例子 那譬如說 哦 原來你是有一些personal expenses的 那譬如說 我拿了用公司的錢 即是pay by這個business的 那我用公司的錢 啊 他幫我給我自己的personal的asset 那personal expense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如果有印象呢 同學學過的話 我應該把這個case 歸類成joins 可以嗎 好了 那我們說的pcscs concept 其實就到這裡了 那最後一個conclusion的時候 記得 背一背的definition a business is treated as an entity separated OK from this owner and other entity 那有些什麼例子呢 舉個例子 譬如說 你的private card 不應該放進去 當是一個公司的asset 的 相反地 如果你是一些personal expense 那也都不應該 當用公司售出 那相反地 如果你出了的話 那就應該當是joins 嗯 最後一個提醒大家 就是譬如說 如果我有很多盤生意的 那都是同一個名 那應該開同一本數寶 都不應該的 因為它 owners 雖然是同一個 但是它們都是不同的anity OK 好 那我們看看2.2 accounting equation 那accounting equation 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這些sort form 究竟是代表些什麼 那 如果你看回 我們的 notes 的時候 我們有一份 叫做 嗯 是由 這個 教訓給我們 這個 notes 那份suprematry notes 它裡面 就出了 就是 c等於 a-l 再減 r-e 好了 那我們逐個 item 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你中三的時候 其實 學了 學了一條式 就是 a 等於 l 加 c 是不是 那 那 為什麼會出了上面這個條式出來的呢 那我們就去解釋一下 那我看看 我們說公司的資產 公司 business 你的公司 就是應該這麼說 你的生意的 擁有的resources 還有的資源 我們叫做什麼名字 叫做assets 這個簡稱呢 就是 A OK assets 那 就會等於什麼 那我問了 那究竟 為什麼 你的 business 裡面會有assets 譬如你有樓 有車 那你一定要有個人 給錢出來買的嘛 那給錢是誰呢 那可以有兩個途徑的 第一個 你的錢是問人借的 那就是負債 所以supplied by third parties 那即是有什麼例子 譬如說 你是問銀行 借回來的 那所以 應該呢 就是bank loan 來的 那又或者你問第二個 其他人借的 那我那些就是loan from 其他人 原來不是的 其實全部呢 都是由一個 owner去擺出來的 owners 譬如你公司 是只有你一個 那即是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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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的 我幾個人一起做的 那就是owners 那你想回 superpartner 或者partnerchip的例子 那就可以了 好了 那其實你只不過是解釋了 A L 和C 那 R 和E 那又怎樣呢 R呢 其實呢 就是revenue來的收入 Expense 就是E 就是支出 那我們說C等於 C等於A-L 再減幅R-E 那其實是什麼呢 那呢 如果各位和我心碎清的話 而你中三位有印象的話 其實R-E 得出來計出來 應該就是 就是 profit or loss 那這個計出來呢 其實就是 盈利 或者是 虧算 那如果R-E 是大於0的 那就是 profit 小於0的就是負數 那就是loss 那我就說這個呢 其實就是 計算 究竟你在這一年之內 OK 即是 within 那個financial year裡面 究竟你家公司 賺錢 還是虧錢呢 那我們呢 就會去看回的了 那就用回R-E去計算吧 然後你會問 那其實 C 這個是什麼來的 C呢 如果你要說清楚的話 其實這個C呢 應該是 一開始 你的owners 到底放了多少 capital 那個呢 就是 那個C 了 那 所以變了呢 這裡呢 各位同學呢 就要小心一點了 這個C 其實是說 initial capital 那 那 這裡呢 記得自己 留意一下清楚了 那 那我跟同學又會問 咦 那究竟 examples有什麼asset 啊 剛才Mr. 都說了一些 那有沒有其他的呢 好了 那我們看回 其實asset 來說呢 我們說呢 有 有 有不同的 舉個例子 譬如說 asset 有些我們叫分成為 non-current asset 非流動資產 那這個呢 我們都可以屬於一個 新的terms 那我們都可以 圈回 它 那這裡是重要的 那有些什麼 non-current asset 那舉個例子 譬如說 你之前學過的 premises 或者property 即是一些物業 譬如你很厲害的 你是一間 擁有一棟 雙下的 在中環 那你應該就 不受意識了 是不是 好了 或者不是啊 可能我公司擁有很多motor vehicle 那可能你是這個 的士大王的兒子來的 OK 那你很多的士的 那或者我擁有一對 車隊的 那這些motor vehicle 都是你的business OK 記得一定是說 business的asset OK 好了 那我們就說 還有些什麼 Sorry 還有些什麼 都是這個 的 一石 那譬如 Furniture and Feetings 那譬如說 裝修和裝置 那譬如舉個例子 可能 你的office 有些層櫃 或者其他的吊櫃 我們都說 Furniture and Feetings Office Furniture 很簡單 桌子凳 等等 還有支出櫃 還有最尾office equipment 例如電腦 或者電話 或者其他裝置 我們都稱為office equipment 好了 那說完 Current Assets 你有些心情 跟我就不明白 有沒有Current Asset 是有的 好了 我們看看 旁邊Current Asset 看看 有些什麼Current Asset 我们说跟之前我们那个non-correct asset的分别就是什么呢? 这些呢其实是容易变成cash的 OK?就是比较容易变成cash 那我们在accounting来说呢 我们就说这些资产呢,其实呢 那个liquidity是比较高的 那liquidity中文呢 就是叫做流动性 那或者我们不用这个呢 那叫做变现能力 那当然变成什么呢?变成现金的能力 对了 那当然我们说最排第一的 那当然变能力最高一定就是现金啦 刚刚是钱来的了 本身已经是,OK? 那第二就是银行的现金啦 那就是放在银行里面的现金 就是等于你会看到强调的点 我们经常说cash a bank 即是什么呢?即是Current account Current account用来做什么呢? 开支票的 好了,第三了 第三呢,就会去到这个 Depters,或者俗称accounts receivable 那最后第四呢,就是我们在买的存货了 那我们这个1,2,3,4 其实都是在排的那个 Orders of 那个 Liquidity OK?行不行? 好,那 就 反而想多花一些时间去解释 Depters 这个位置 那 Depters 我们就说 它 什么叫Depters 就举个例子 譬如说 你把你的货物 Infantry 卖给A军 那A军呢 又未付钱你 那于是呢 它就变成你的Depters OK? 那就是 A军呢 就是你的 A军就是你的债务人 那就是说 它欠你钱 那就是说 如果它欠你钱 即是说 其实它迟些呢 你会在他身上收回钱 那所以我们 用另一个名字 比较容易去理解 应收账 就是说 举个例子 A军欠你1000元 他买你1000元的货 那你应收账呢 就会增加1000元了 那所以呢 我们常常都会说 啊 我们期望这些债务 是准时去付钱的 行不行? 所以你会见到 Due Date 行不行? 那譬如可能它欠你 30日 60日 甚至更多的时间 OK? 那我们说这个就是 Depters 或者Account Receivable 好 我们说完assets 呢 就会去讲一下 liabilities 那就是负债 负债呢 你会见到和assets 一样呢 都会有一个 non-current 和current 的分别的 那 non-current 来讲呢 其实呢 这个是负债 那负债 我们说 多过一年呢 即一年或以上 或者我们简称是12个月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叫长期负债 多过一年 多过一年 那呢 所以旁边的例子 譬如就是 我们就说 哦 这个是一个五年 的 banned loan 就是我借了银行 钱 那譬如我们就会借五年 五年之后呢 就会本利归还 就是还回 principal 那我们借钱呢 一定会就有incurred interest的 就是你借钱 一定就要给利息 是吧 那给利息呢 我们说会当是一个 expense的e ok 可以不可以 那这里一会儿再说 多一点 好了 那之后呢 我们 嗯 current liabilities 那current liabilities 那current liabilities 就是说呢 那如果心水清的 同学都会知道了 noncurrent 就是多过一年 那就是current liabilities 即是怎么样 即是 within one year的债行 ok 那within one year 那当然你可以是 问银行借一年前 一年之内归还 那有没有其他例子 那都有的 你举个例子 譬如说 刚才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呢 我们说会有bank account 的 那bank account 即是银行哪个户口啊 如果同学 记得的话 应该呢 其实就是current account 来的 ok 那么current account 就用了开支票 但是说 喂 但是譬如有时候 可能我真的overdraft 即是od了 就是说 嗯 银行透支 我 不够钱了 银行户口不够钱 但是我开了一张支票 那于是银行就借钱给我 那一个借钱的短债呢 就叫bent overdraft了 那当然啦 你要给interest的 ok 那这个就bent overdraft了 而我不是哦 我不是属于bent overdraft这个例子 其他类子的current liabilities 那当然都有的 creditors ok creditors呢 这个 应该呢 呃 叫做什么 不是债务 债 权人 ok 我说来应该是债 债务人 就是说 他欠你钱 ok 你欠人钱 ok 你欠人钱 所以他在 他身上呢 我们说这个呢 应该 他就是你的债权人 ok 就是他有权向你追讨 追讨债行 所以这个是债权人 可以吗 ok 对啦 那这些债权人呢 就会向你追钱的 那所以变了呢 其实 在用币就叫payables 就是它是会 你应该付钱 ok 行不行 那我们这个liabilities呢 就会说到这里了 好 那到capitals capitals 如果有印象的话呢 我们中文这个capitals 就叫做资本 那如果另外一个名字呢 都有人用的呢 其实就叫owner's 好 好了 先评清楚一点 好 好 就是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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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 equity 那就是东主的权益 那通常你呢 就会 一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 放多些资本 那我们叫opening capital 当然一路做生意 可能会有收入出来 亦都同一时间会有支出 对吧 那之后呢 到最后呢 我有些钱在公司拿出来自己用 或者拿些货出来自己用 就会有提用了 于是我将一开始放出来那个资本 加回我今年的收入 减过expenses 再减过joins 就会得出年底的时候 究竟有多少capital 那多元你会问 有没有什么例子 是关于revenue的 那有的 譬如说 销货啦 sells 就是说我 买了些货 ok 我买了些货 那就销货啦 interest income 譬如说我可能放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通常我们存款 英文就是saving account 就是储蓄啦 OK 那这个就是储蓄啦 那储蓄当然它会有利息给你 这样的interest income 那又或者 原来我很厉害的 你是拥有很多大厦 很有物品物业 那你可以租啦 有rental income 行不行 那当然相对啦 那当然相对啦 都成分在第一 咦 你有sells喔 那就是应该呢 有另外一个expense 那这个expense呢 那可能你请人的 有wages and salary啦 那另外可能你要租地方啦 friend and raise utility expenses 即公用费用 即是什么呢 比如水电煤那些 就叫utility expenses 那另外呢 还有比如一些集费啦 sundry expenses 那都是一些expense的 一些常见的例子 又或者可能给佣金 可能你做某些生意 可能你做某些生意 你经过一个中间人的 有个agent的 那可能呢 就会有 要给到这个的 佣金啦 那agent就是中间人啦 行不行 好 那最后呢 譬如说说 有这个drawings 即是说 冬主 拿了公司的钱 就自己用啦 那你说 你记得这个呢 一定呢 是for 这个 personal use的 那我们先计下drawings的 ok 那要不呢 我不是喔 我是拿 公司的钱 去 去做公司的东西 那我们呢 就不计drawings 一定要是personal use 那有些什么呢 举个例子可能是拿钱啦 刚才说了 譬如说 我是 我是 用来 拿公司的钱 用来 给自己的旅行费 或者给其他的集行 那些是现金的提用 cashdrawings 又或者不是的 我是 拿了一些货 用来当送给朋友的 那或者我们自己用的 那那些呢 都是for drawing 是不是 因为自己用 是吧 是啦 所以呢 所以呢 咦 刚才那些东西不见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 可以復原的 那好了 记得了 所以呢 在这个case之下 我们就会有closing capital 行不行 那所以重复多一次 opening capital 加这个revenue 再减expense 再减drawings 就等于closing capital 行不行 那啧 呢 哈